联合國定義 65歲以上的人就稱之為老年 國發會的人口統計資料 台灣在2017年的統計點 高齡人口比例來到14% 328萬人 而10年後的2025年 比例更是高達20% 是475萬人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因此在高齡人口照顧 以及安養需求 絕對是第一個要關注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退去人是65歲 所以也就是要讓自己有一個 20年的準備時間 換就是你要用20年的準備 去未來30年40年去用 這是一個你太短的話是沒有辦法的 長期照顧服務法 簡稱長照法 在2015年由政府公布 2017年正式上路 藉此強化長照服務體系 以及減輕民眾照顧上的壓力 而長照2.0更是在近期啟動 分為十年長照ABC級計劃 其中失智症失能的老人 也是重點照顧項目之一 2.0現在重點還是放在 怎麼居家施設的發揮 還有一個整合的一些 怎麼樣機源連接起來 做一些整合性的一些服務 不管是醫療的社工的 就然而有先前投入的 還是不是那麼夠 那更確的是 比較最低限的照顧服務員 不管是在機構的 還是特別是居家照顧的這一塊 如果他們的薪水待遇 也沒辦法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還有社會大眾怎麼樣來讓社會大眾 認同他們的工作 甚至說肯定還有感謝他們的工作 那這種形象的這種建立 也是除了政府努力以外 我想社會大眾的一些 大家的認同 大家的一起來怎麼樣 來共同來了解 照顧服務員那種心 長照2.0開始 讓人思考長照保險的重要性 其實政府在104年就規劃了長照險 也希望在107年開辦 將跟全民健保一樣 出身就要開始納保 雖然目前朝野還沒有達成共識 但是看在社服機構的眼中 長照保險絕對是需要的 我個人覺得長照保險還是 裁員來得比較穩定 那我們健保能夠那麼成功 這個也就是裁員比較穩定 我個人是贊成是 長照保險還是應該要思考 你在做整個未來退休後 你如何讓自己過一個在生活生命上 這些品質上不會有大問題的 這樣一個一個準備 其實至少要從55歲就要開始 政府雖然還在評估長照險的內容 民間保險業者卻早已經規劃出 一系列的長照保險讓民眾來選擇 更有包括長照 全殘費 受險保障合一的產品 透過長照險補足照顧資金運用上的缺口 協助民眾提早來規劃長照風險 凱博大台北數月新聞曹登華 由湘婷採訪報導 вед衛買全面 一 roz感染 小向 最糙 最糙